节奏是什么?节奏取决于节目的长度,它是三十分钟还是一个小时? 中佳宽评携手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今年持续举办2022儿少评审陪丽营阴队, 共有来自全国实现市32位的国中小与高中学生参加。 美观指出,今年儿少节目争选除了电视与OTT类的儿少节目之外, 首度纳入广播节目及Podcast,因此迎对的课程设计, 特别邀请广播节目主持人来授课,带领将担任儿少评审的学员们, 了解儿少广播节目的制作方式,让参加学员收获丰富。 因此我在节目当中就要带动大调,好厉害哦, 哇,这个想法好像有人想过咯,曾经有人做过咯,再想一个。 主持人要做的这件事情就是一个穿插, 但是我自己是希望让同学们自己来发表他们的创意, 经过前面的概念之后,自己来思考。 今天在课程当中,大概会送给同学四个字哦, 就是英文字母SEEI,S呢指的就是声音, 两个E呢指的就是Entertainment,娱乐, 另外呢一个就是Education,就是教育, 那最后一个呢就是互动的意思, 等于说呢广播节目的制作大概就不跳脱这四个元素, 相较于可能许多同学们可能认知当中以为的儿童节目比较卡通型的啦, 或者比较童话型的节目是比较不一样的, 儿少节目它的学习程度或在课程的题材上面会稍微困难一点, 所以呢如果聆听这样的节目, 那儿少的同学或者是担任讲师或者是广播主持人应该在节目当中怎么样来让同学有不同的互动, 特别是声音的世界里面看不到画面, 那如何去分辨声音音乐的不同的使用方式, 刚刚那一堂课主要就是在讲音乐配乐对于剧情的跟剧情的关联, 像是如果是比较轻松一点的剧情, 那就用轻快一点的音乐, 如果是比较沉重的, 那个音乐就可能比较, 那个节奏可能就比较慢, 然后主持人的语气跟停顿的速度, 段落都跟节目的剧情有关, 我就觉得收获是, 就觉得以后可能看节目的时候会更注意它的背景到底是在放什么音乐, 跟现在的剧情有什么关联, 对, 因为我在学校有参加过小记者的活动, 然后我们学校也有自己在录一些影片, 所以我就对这媒体的, 就是媒体的有比较有兴趣, 所以我就想来参加这活动, 我刚在上课的时候有学到说, 要讲话要怎么有断句, 然后在视频中讲话的时候, 要异扬顿挫, 然后声音要有高低起伏这样子, 那他节目的后面, 老师有说到节目的动机, 还有节目诉求以及启发的用意这样子, 然后还有其他的风格特色, 就像说要比较有生动这样, 今天也是我第一次知道有一个这样一个陪力的活动, 虽然之前听过有所谓的优质儿少节目的评选, 但我觉得特别特别棒的原因, 他跟所谓一般的广播的典礼当中的评选非常不一样, 因为他有儿少的观点, 而且他非常注重儿少少年或者儿童在节目里面的参与, 那这个是对于广播节目, 不管是在主持人或节目制作团队上面, 另外一种不一样的思考, 那孩子们可以在这个程度当中, 又可以因为这样子去了解, 其实媒体有不同的评审, 以及有不同的观点,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节目, 非常棒的一个活动。 那到底我们有没有办法在这么短的时间, 去做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节目呢? 美观也邀请到原住民族儿少电视节目的制作人, 与学员互动对话, 同学们踊跃发言, 分享心目中对于儿少节目的看法。 那在今天的培里颖里面呢, 在我的授课的部分, 我主要是希望让孩子能够透过从制作端的角度去看, 制作节目的一些要领, 那当然我们会期待未来孩子能够用他们的眼光, 用他们独特眼光, 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个时代跟未来的时代毕竟是很不一样, 他们是属于很新的时代, 所以我们会希望透过他们的眼睛, 他们的观点去制作或者是去规划未来, 他们可能想要的节目, 那未来可能会成为我们媒体的新的主力这样子。 当然是很好, 我也希望如果我有, 因为我有一个比较小的妹妹还有弟弟, 我也希望他们可以就是在课后的时间, 透过看这些节目学到更多的知识, 而不是就只是从课本单单, 看图看字, 就只有这样去学习, 因为透过电视一定是更加的生动, 有画面有音乐还有音效, 用听的也可以记忆的更快。 其实因为之前就会看到一些, 例如说现在可能有很多的假新闻, 或是现在可能会有一些跟认知作战, 就是有关的事情, 然后我觉得媒体其实是影响我们很深的一环, 因为我觉得现在阅听人, 他不一定会直接看到媒体背后的那个人在跟你说什么, 所以现在大家接收资讯的第一个接收到的对象就是媒体, 所以媒体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这样子。 未来你们就是掌握媒体的人, 好, 所以是不是跟我刚刚讲的, 其实也没有说完全不一样, 但是比我想象中还广泛, 就像刚刚讲媒体试图问题, 还有儿少的权益的问题, 甚至还有国防的问题, 马上举手, 好, 所以其实这些东西去慢慢的酝酿在你们的心中, 就我们到最后, 我们会希望每一组都可以说出你们的节目的想法。 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的重点, 就因为我本身是原住民族, 那其实有很多的媒体在族群的关注上, 其实不是很多, 那我会希望透过我以往在制作原住民族相关的儿童节目, 还有相关的一些片子的经验当中, 可以跟他们去分享说, 从不同的角度, 从不同的族群的观点的主体性是什么这样子。 而少评审裴令对课程多元丰富, 包括带领学员认识对于数位性别暴力事件的因应, 以及如何说个好故事。 美观感谢中佳宽评共同攜手持续推动台湾优质儿少节目, 也希望透过儿童和青少年来担任评审的机制, 选出自己心目中最好的儿少节目, 鼓励为儿少发声的优质节目持续来产出。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